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看到这么大一篇文章 应该不难了解 他提的是交通路线图 而且他告诉你呢 路线RL101 102 103 201 202 的路线有哪些 基本上老师强烈的建议 在看这类的阅读测验的时候 首先先看上面的文字叙述部分 至于表格部分 其实应该会在题目中会询问 因此我们来看一下 他到底有哪些重点 首先老师先给同学们 两分钟的时间 两分钟的时间 很快的把这个题目 整个题杆 文本看一遍 看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题目 请同学准备看了 这个文本的部分 两分钟开始 看完之后 所以说没什么 听见 3分钟 大骨 用 发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时间将近两分钟到了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讨论题目是 D. 三十题 Why is the truth about NFR's trends between August 14 and 28, 2016? A. No trends will stop at Springtown B. Trains that changes lines will all stop at Cloud City C. People can take the free buses to any station on St. Tong to Springtown line D. People can go to Heaton on any train that runs between Green City and Cloud City 我们先看中文的意思 在2016年8月14日到28日期间 以下关于NFR铁路何者 正确 解答的中文意思是说 A. 将没有列车到达Springtown B. 更改路线的所有列车都将在停Cloud City C. 人们可以搭买免费巴士 前往The same time Springtown 路线间的任何车站 D. 人们可以搭买任何往返Green City And Cloud City的列车到达Heaton 我们来看它的说明是 根据路线图及信件的内容 选项珠的路线才是对的 因此我们选珠 选项A. 根据信件内容 变更资讯第一点 The Smoketown到Springtown 这条路线是正常行使的 因此会有列车停Springtown信件内容 B. 根据列车路线 更改表格 并不是所有的列车都停Cloud City C. 根据信件的内容 更改要点第二项免费巴士 不会停靠Grey Village 这个在信件内容都是有机可循的 我们来看下一题 第31题 James lives in Smoketown He wants to go to Blacktown on August 19th How can he get there? A. Take train RL202 to Grand City Get off there and take the free bus B. Take train RL103 to Grand City Get off there and take the free bus C. Take train RL202 to Springtown Get off there and take the train RL201 D. Take train RL101 to Cloud City Get off there and take the free bus 我们中文的意思是 James住在Smoketown 他在8月19日想去Blacktown 他如何能够抵达目的地呢? 同学注意一下路线跟日期 中文的解答的意思 A. 搭乘列车 RL202到Greentown Green City 下车并改搭乘免费公车 B. 搭乘列车 RL103至Green City 下车并改搭乘免费公车 C. 搭乘列车 RL102至Springtown 下车并改搭乘RL201 D. 搭乘列车 RL101至Cloud City 下车并改搭乘免费公车 我们的解释是 根据干改表格列车图 即Sentown至Springtown这条路线 并不行驶列车的这些资讯 路线选择搭乘从Smoketown 北上至Green City 再短搭乘接火车至Blacktown 为最可行的路线 所以我们答案选A 那至于BC株有哪些问题呢 我们来看选项的B B选项路线是往南的 它不会到达Green City C. 列车无法到达Blacktown D. 免费巴士不会到达Cloud City 同学不要忘记了 搭乘车的时候 有时候有一些路线是根本不会到的 有一些路线到了是不停的 还有有时候在什么时候 哪一天可能是停时的 所以这个题目要告诉我们的是 请注意哦 是8月19日 它要去Blacktown 不会去其他的地方 因此你不要做其他的猜测 同学这个阅读测验其实有一点长 但是主要训练同学们 对于路线的判断 以及时间地点的了解 能够更进一步的完成 这是老师今天做的阅读测验的解释 希望你了解这个部分 然后下次到国外搭乘的时候呢 能够搭对车 今天的讲解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同学收听